在古代社会中 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其鲜明的服饰特点 都形成了那个时代的特色 哪怕是皇帝所穿的龙袍也一样 在色彩 花纹 配饰 以及制作工艺上都有其各自的特点 所以后世的人可以通过龙袍的样式去辨别 这是哪个朝代的帝王 这也是相当简便的方式 龙袍的发展之路 也是封建王朝中重要的历史组成成分 更充分展现了王朝的社会现象 在历朝历代中 龙袍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龙的文士一直都被沿用着 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被称为龙袍 然而到了宋朝时期却是个另类 他们的皇帝穿的衣服跟普通官员没什么两样 那么宋代皇帝的龙袍为什么没有龙文了呢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 所以不同的场合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也都是很有讲究的 就拿皇帝来说 他们的衣服也分为很多种 有免服 朝服 长服 行服等 免服就是皇帝在祭祀的时候穿的 周代根据祭祀典礼的大小规模设计了六款免服 后来一直被后世所沿用 朝服就容易理解了 就是皇帝上朝的时候所穿的衣服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龙袍 龙袍是帝王所有服饰当中最具威严性的 一般能起到震慑的作用 所以皇帝一般会在上朝的时候穿 或者在一些朝会大典上也会穿朝服 长服就是日常所穿的衣服 款式相对比较简单和休闲一点 是平日里皇帝下朝之后在后宫中生活时所穿的 行服顾名思义就是外出巡游的时候才穿的 他根据出行 狩猎或者征战等场合的不同而特别设计 其他服饰基本没什么特点 只有龙袍才是皇帝最为特色的服装 毕竟除了皇帝以外 其他人是不能随便穿的 如果穿的话那就等同于造反 是要被诸九族的 那么为何皇帝的衣服会被称为龙袍呢 这都是受到皇帝的影响 从大了说皇帝应该算是第一个实现统一的帝王 虽然当时处于部落时代 但他也是凭实力收复的其他部落完成统一 皇帝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 每征服一个部落就从他们的图腾中 取出其中一块放到自己的图腾里 当他完成统一后 他部落的图腾就形成了龙的样子 古时候有非龙在天的说法 皇帝又被称为天子 龙也自然成为了帝王的象征 所以皇帝的衣服上都会绣上龙 同时皇帝也被称为九五至尊 所以龙袍上的图案一般是九条 当然也是有例外的 比如明朝时期皇帝的龙袍就不止九条 万里皇帝的滚服上面就有十二条龙 明世宗嘉靖七年创制的烟殿服还达到了四十五条 可以看出明朝的皇帝真的很喜欢龙这个图案 不过跟明朝相反 有个朝代对龙一点都不感兴趣 他就是宋朝 在他们皇帝的衣服上基本找不到一条龙 最近关于宋朝的电视剧都大火 由于导演组的诚心诚意 替观众们还原了北宋时期较为真实的民间或者宫廷景象 前有清平乐后有孟华路 里面的服饰特点可谓是一比一还原了 在清平乐里由王凯饰演的宋人宗 他在里面的造型就曾引发过热议 被网友评为神级还原 当看了剧照和宋朝皇帝画像的对比照后发现确实如此 宋朝皇帝画像中有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其他朝代的皇帝都是龙袍加身 但是到了宋朝皇帝却身着一身纯色长服 几乎很难找到穿龙袍的皇帝 宋朝皇帝的服饰可以分为求免 通天官服 旅袍 山袍等 其中求免和通天官服就相当于龙袍 一般只会在朝会庆典这种重要场合中才会穿 这种求免即使上面绣了龙的样式也相当隐晦 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只是因为宋朝的皇帝都很低调 从他们日常的穿桌就能看出 他们平时就喜欢穿一些朴素的服饰 跟华丽都沾不上面 从流传下来的宋朝皇帝画像中可以看到 他们都是身穿一袭红袍 而且上面有些连花纹都没有 属于纯色系的 宋朝皇帝喜欢红色是自宋太宗开始的 至此后一直延续下去 关于宋朝皇帝偏爱红色的原因是 他们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的喜庆 这审美估计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真不小 然而也只有宋朝皇帝的服饰如此特别 其他朝代的皇帝都是相当高调的 特别是宋朝之前的唐朝 作为天克汗的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后 大唐的富裕程度难以想象 进而他的龙袍和长服也都是奢华不已 他们沿用了隋文帝的黄色作为龙袍的主色 后来又颁布法令将黄色定为皇室御用颜色 除了皇帝 太子和皇后等人之外 其他人都不得使用 后来这个习惯也影响到了明朝和清朝 这两个朝代的龙袍都是明黄黄的特别耀眼 宋朝夹在中间着实非常特别 一般来说 作为比较正式场合才穿的龙袍 其结构和工艺都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龙袍都有一定的重量 再配合上头观那就更不舒服了 如果一天到晚穿这些恐怕早晚的颈椎病 这个是宋朝皇帝不喜欢穿龙袍的原因 还是穿普通的衣服舒服一点 但他们的衣服也太普通了 连龙纹都没有 这样跟宋朝皇帝崇尚低调内敛的生活方式 有很大的关系 实际上宋朝是个中文清武的朝代 皇帝们都喜欢武文弄墨 以及跟文人打交道 所以知识的丰富层次也决定了他们的审美 那些浮夸和造作的龙袍样式 在他们看来比不上肃立清雅的长服 其实从宋朝民间服饰的特点中 也蕴含了皇帝们的审美 宋朝人不太喜欢穿着颜色艳丽的服饰 搭配上很注重戴雅之风 因此久而久之皇帝们的长服 也变得如此随性 甚至都找不到一丝帝王风范 再者袖着龙的衣服 本身就具有震慑感 这样不利于皇帝闲暇的时候 跟文人默克们打交道 穿着朴素的衣服 更具有亲和力 这样交谈起来也会顺畅一点 至少别人不会老把他们当皇帝看待 而产生毕恭毕敬的距离感 可见龙袍的样式 不仅受到本民族特色的影响 而且跟皇帝的审美 也有很大的关系 宋朝的龙袍虽然没有龙 但依然不是威严 你觉得呢 不仅受到本民族特色的影响